冰山熔岩巧克力 你们一直让我做 但是我都没吃过 重金够入一块 搞一下 尝尝啥味 看我能不能复刻出来 一个冰山一个熔岩 是什么意思呢 一个烫的一个凉的 还有个专用小勺 这个不错 因为我老做甜点 尝一下是不是那个味 做不了 这么好吃怎么做 我要做出来 我不是甜点之神吗 来尝一口巧克力 不是我做的买的 好吃吗 那他做的肯定好吃 我又等着看 你做的是啥样的 我事不宜乱 在网上看了很多视频 选了个懒人版 嘎嘎简单 特意买了两点巧克力 买黑的 挣了一袋白的 我看他们怎么 没拿白巧克力做 全是拿黑巧克力做的 尝尝这个白的 做出来是什么味 准备180个巧克力 巧克力呢 最好还是给它切碎一下 尝一口这个小巧克力 就是普通巧克力 这小的不好切 这也太难切了 就这样吧 感觉跟没切差不多呀 250毫升淡点油 加上25颗蜂蜜 蜂蜜也太慢了 我可以画画 我是没想到的 这晚上我估计还粘着5颗呢 煮到它这个冒小泡泡 就是好了 趁热 倒入我们这个巧克力里头 给它搅拌融化 给它搅拌融化 哎呀 越搅越黑 越搅越黑 直接变巧克力浆 现在也是丝滑了 这不已经成功这个一半了吗 最后一步给它放到炉具里 什么炉具 最后一步给它放到模具里冷藏 问题就是我家没有方方正正的模具呀 做不出那个效果 这不是完美人选吗 大酱盒子 方方正正的 正好 油脂也已经 油脂给它铺进去 咱就是直接倒酱了 绰绰有余 整不满好像是 给它震上震上 小盖给它一盖 放到这个冷藏室里头去 然后咱们再做个白巧克力的 白巧克力就不切了 等会直接融化吧 困了 太晚了 锅也不用刷 都是干净的 就是刚才煮过奶油 也是老步骤 淡奶油加这个蜂蜜花花 道理都融化 叫奶香四溢了 属于是奶香四溢 赶紧给它搅和搅和 这个白巧克力 它俩一混合 我也不知道它融不融化 没黑色那么明显 难道这个就是 他们不拿白巧克力 做的原因 很怪 也有黄色的 一个柚子色 没有黑巧克力那么香 然后感觉更稀 稀汤的 不知道为啥 这个难道成不了吗 稀汤刮水的 家里就那一个小房子 直接上盘子 这不太好铺 这不好铺 OK 我记得有款白巧克力 好像叫东京恋人 我这个白巧克力就叫 东北情人吧 东北情人 给这俩玩意冷藏一宿 硬的 感觉成了 成了 东北情人和这个熔岩巧克力 但是有个问题 这个东北情人怎么软糊的呢 稀囊的感觉 很怪 那么东北怪人这是 来试一下这个熔岩巧克力 是不是那么一回事 我感觉很完美 这一份 你看这质感 虽然它这个不是很规整 给它换了个小指 更加精致了一点 OK话不多说 赶紧尝一下 是不是那个巧克力熔岩 那个味 有点硬 这个冻的太实诚了 这不就巧克力吗 我是不是就是拿巧克力 给它融化成酱 然后又给它冻起来了 你不脱钩的放屁吗 是不是 尝一口尝一口 嗯 嗯 什么感觉呢 就是 凉凉的 软软的巧克力 再尝一口 我愿意称之为软糊的巧克力 它没有我吃那个熔岩巧克力 那么丝滑 它是有点韧性的 跟那个牛皮糖似的 有点 好吃是好吃 但是没有那个买的那个口感 尝一下这个东北情人 它是咋的呢 它没动硬 还是这个液体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白巧克力就这样吗 哎呦 就跟那个炼乳似的呢 吃一口吃一口 哎呀妈 厚甜哦 厚甜 哎呦 这不就白巧克力酱吗 让师傅来尝尝这个黑的吧 这么黑啊 那一盆 这一盆呢 这个是拿白巧克力做的 做炸了呗 也不叫做炸吧 就没人这么做过 尝一下是不是那个味 不是那个 好不好吃吧 那就是个巧克力 是个不好吃的巧克力 怎么又不好吃 是这样吗 这个 没事 但是不合你的视频调 确实啊 确实没那个味 毕竟咱这个是懒人版 这个黑的还可以一吃 放在室温软一会儿再吃 我感觉挺好吃的 稍微有一点苦涩的吧 你要想试的话 可以尝试 这个东北怪人 这个就不建议了 它都没冻上 我等会儿给它丢 冷藏室里头给冻一下了 这个可以放冰箱里慢慢吃 偶尔这个快一勺 还可以 还可以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不要忘了点赞关注 都那个知识似的 好 这样 好